第一個問題就是想請問 最近是中部類比訊號關閉 那預計今年7月1號開始是全面數位化 電視數位化 那有些民眾還是不清楚何謂有線 何謂類比訊號 那這方面您可以做一個解釋 首先針對無線跟有線其實很大區別 無線的話有線就是我們家所稱的第四台 當然在家裡面它是不需要認得的天線 它只需要一些電纜線接到電視機就可以了 它是屬於一個封閉的一個系統 那無線一定是家裡面一定要裝的 天線接收空中的訊號下來 那目前所謂的類比 以前我們現在關閉這個類比是最早一次 台式是台灣的電視史是台式最早 台播的本 那這件是中式華式 然後在民視公視 也就是說無線類比就是整個收看的節目 這五個節目 那有線電視的話 就是現在我看到通常都可以收到一百多的節目 就是我們以節目數最好區分 就是說在無線類比方面它可以收到五個節目 類比無線 有線電視呢它可以收到一百多的節目 但是無線類比轉為數位化 因為壓縮技術的進步 那目前無線的數位 總共可以收到十六個節目 我們用這樣子的一個節目數量去分 那對於這方面 如果說民眾還有其他的疑問 那是否有提供資料做為參考 隨時像我們這邊NCC的各個地區的一個服務單位的話 我們多有DM 都宣導一些DM在這邊 跟存在我們這邊鎖取 或者是說有任何的電話 我們都有一個技術服務中心 這個電話是0800-2012-06 然後既就是2012-2012年6月就是全面關閉電視訊號 那目前就是說 相關的宣導其實NCC之前做很多 那技術中心也很早就成立了 那這個每天都有電話量進來 所以任何相關問題有關於這個數位轉換這一關 都會給電視電話 嗯 那下一個問題是 以前我們民眾是使用天線來收看電視 那到現今數位電視的進展 除了畫質清晰之外 還有什麼更好的優勢 呃 天線還是不可少 數位電視後來我是產歐規 歐規 歐規 歐洲的規格 因為數位電視後來發展了一個美洲 美國的規格 跟歐洲的規格 那這兩個區是美國跟歐洲的規格 在歐規它可以行動收視 後來為什麼大貨市的電視業者 他才去歐規的規格 是優勢在這個地方 就是他車上就可以看了 但是這是在美國所不能做到的 所以數位電視它的優勢 除了說 第一個畫質比較清晰 因為它未來有高畫質的節目 然後它頻道比較多 它的壓縮到比較少的容量 以前類型的話一個電視頻道 現在可以放三個數位頻道 那隨著壓縮進步 也許未來可以放到四到五個節目 都不定 因為隨著科技的進步 那數位跟類比 那數位 類比 常常以前 我不曉得你們有看過 美景都很小 有一些都會有兩個影子 從別影子 這種東西出現 數位它比較會消除 就是圍影 兩個影子這種缺少 就是數位和技術進步 它可以消除這種現象 那數位其實有一種現象 就是說 看得到跟看不到這個壓縮 看不到就是我們 看得到就是畫面就很清楚 那以前類比的話 聽線通常我們要拉到國外區 常常的主幹 很大美的聽線 那因為數位就是說 它的訊號強度比較強 然後它接收效果比較好 如果說你是在比較 訊號兩種地方的話 你只要用一根小小的 因為它的頻度比較高 你只要用一個小小的 四倍天線 放在其他裡面 就可以收得好 但是如果說 訊號強度不是很好 當然同樣的還是要 用戶外形的填一些來 那所以整體來講的話 是比以前類比 在整個收視情況 環境下是很多 那未來的數位 因為它不只是說做 所謂的畫質情思 那因為它有整個很多的應用 比如傳資訊 或是以後的發展是 互動訊息方面 甚至所謂以後可以做到 聯網跟網路的結合 因為這是數位化的趨勢 那這是以前類比的話 做到的 好 那未來是否有發展更好的技術 就是 對現在就是 我們稱為這次 目前所做的叫做 DVVT的技術 就是第一代歐洲規格 那現在已經到DVVT2 T2的規格 也就是它整個畫質會更好 那當然它機上盒 因為要搭配機上盒 會越來越強 就像我剛才跟您講的 就是為了 進入政府開發數位 第二代歐洲規格 如果說 我們降潮 走向高畫質的一個節目 那就是我剛才講的 也許從機上盒 它可以儲存一些資料 Data 作為一個互動 我跟 利用透過所謂的 數位一個機上盒 跟電視之間 可以連上網 就是現在的網路的技術 也可以做所謂的 隨選資訊這種功能 我想要看什麼影片 我先可以暫存在這個機上盒裡面 這是整個未來的趨勢 而且這個技術已經成熟了 那整個國外都是朝這方面去走的 好 那下一個問題是 現在收看數位電視 可能有民眾會認為說 勢必要花上一些費用 那對這些費用 是否有補助的優惠方案 呃 家裡面如果是一些老舊 因為所謂的數位 它必是一個轉換的一個功能 一個界面 那所以老舊電視的話 它不用換電視 但是它就是要加上機上盒 那機上盒整個整體 其實數位電視從民國九十二年就有 九十二年剛出來的機上盒 價值一萬多塊 那是時間到貴 那時候看的比較少 那到目前在整個市面上的價格 你如果說是以一般畫質來講的話 大概一千五百塊左右 那你如果是要求所謂高畫質的機上盒 大概兩千三千一間 那這是所謂的一個市場色態 供給跟需求 如果說需求多的話 它的供給面大的話 這個價錢總會往下揚 我想這也是政府的責任 就是盡量壓低 覺得機上盒的價錢 供一般民眾都買得起 那一般民眾買不起的 包括低收入庫這塊政府也有考量到 低收入庫這塊政府是免費 幫他安裝 包括機上貼件 免費裝到 不用低收入庫花一毛錢 這是考量到弱勢族群 那低收入庫如果他在看五千電視的話 就是他的順利就轉換過去了 就是目前就會針對 比較弱勢團級的政府 補助低收入庫的資上措施了 好 那自從今年暑假開始全面數位化 那對於全國民眾在使用 收看數位電視的時候 是否還有一些其他的困擾所在 呃其實 呃 數位轉換只是也剛開始了 所以我們目前來講的話 目前國內來講的話 還是有五千電視 也就是我們所稱的第四台的市場 這樣也是居多的啦 那政府只要是讓民眾有多元的一個選擇權利 今天以往 也許類比電視只有五台 我們知道就整個 譬如說台式 中式 華式 它整個 呃 營運的 那個 那個 營收越來越轉少啦 齁 那數位化之後 第一個頻道數增加了 齁 那 政府方面當然不只是說 讓頻道數增加 那 我們也去 鼓勵業者能夠製作更好 優質的節目 因為目前 流動的反應大部分都是 有關數位節目方面 大部分都是從播率過高 齁 除了我們所謂的主頻道之外 啦 其他的頻道大部分都是說 播一些很舊的片子啦 或是一些比較不吸引人的節目啦 齁 那我想這一塊就是說 我們去 政府方面會去獲取月子 或者說這個是機身彈 誕生機的聲音 如果說 電視台它 你不製作一些比較 能夠優質的節目的話 那民眾就不然不會 跑到你這一塊來的 所以這也是說 後面就是說 政府跟業者要努力的方向 就是說 在無線電視數位節目這一塊的話 能夠比較一個多元的 一個比較優質的一個規劃啦 齁 那 民眾就可以 他可以選看 有線電視 但是有線電視 畢竟是民眾願用抽費的椅子 每個月大概都要五百元多塊 那當然對民眾 有些人呢 覺得是說 有些現在有點雙掌的情況下 這是一種負擔嘛 那數位電視 除了女的跡象的之外 其他不是履率免費的 那現在可以看他所有的節目 那有些人認為說 這樣子就夠了 那 我就可以了 原先 我也許在看 有線電視 那我現在覺得 有線電視 我不需要啊 我不需要每個月要花 將近六百塊的錢 去看一個有線電視 那我現在就可以 轉換去看一個 不用付費的 這個數位無線電視 因為政府認為說 數位無線電視 是屬於民眾 每一個人都應該是商人的權利啊 好 那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因為我們說 安裝數位電視 需要一個機上盒 那 有沒有辦法 就是讓 設備可以更簡化 其實 後來出產的 畢競型電視 後一來出來 其實後面大部分都是畢竟電視 包括以後 以前的所謂的監控管 是要監控 畢章管的錢少 那 政府在後面這幾年 也強制規定就是說 買 機上盒內建這四面 所以 你要特別去考慮 比如說 你假設說 你是這幾年買了一個 電視的話 那 也許你要注意到 它是內建機上盒 如果內建機上盒的話 你就不需要再去買一個機上盒了 電視機裡面 就有了 但是 貼線還是必要的一個設備 所以 如果說 這幾年你買了 電視機 以及內建機上盒 那整個 你就不需要 跟電視機這麼去連線 所以整個操作便利性 就很方便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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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